今天是2月16日 1932年的今天 日本策划的韦满洲国建国会议在沈阳召开 日本在密谋策划918事变的同时 就在酝酿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政策 918事变爆发后 关东军制定了满猛问题解决方案 规定在满猛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 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 国防 外交 交通和通信由日本控制 10月21日 关东军又制定满猛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 着手纠集汉奸西洽 张海鹏 张景慧等人 拼凑统辖东北地区的伪政权 1931年11月8日 土肥园贤二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 经大孤口 营口抵达吕顺 1931年底 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 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凡 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元贤二进行会谈 商讨事变进展 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西洽的秘密会谈 确立了迎接溥仪至东北 1932年1月22日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志 召开建国幕僚会议 具体筹划建立维满洲国的方案 2月16日 东北各省的汉奸头子 在沈阳大河旅馆召开维东北政务会议 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凡主持 决定迎接溥仪为维满洲国执政 2月17日 建立了以张景慧为委员长的 维东北行政委员会 具体筹划建立维满洲国事宜 2月18日 发布独立宣言 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 并决定成立维满洲国 2月25日 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 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为执政 年号为大同 定都长春 称为新京 2月29日 日本方面决定 溥仪为满洲国执政 郑孝须为国务总理 张景慧为参议府议长 1932年3月1日 为满洲国成立 3月9日 在长春举行溥仪就职典礼 随后溥仪于本庄凡签订了日满密约 将国防 内政 经济和人事任免等大权 全部交给了日本 9月15日 日本宣布承认为满洲国 双方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 确认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1934年4月 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 溥仪由执政改当皇帝 年号为康德 溥仪终以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 当上了儿皇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